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回到欲敏网上路门阵 第二节 《今日明报》那篇社评 其中一段很含恨 由于与大环境关联不大 要改变市民的观感 解零还需是零人 社民连议员如能 改缘亦次自重众人 使议事回到正轨的自示最好 假若社民连议仍以激越手法搞局 则其他议员有责任主持会议的主席 站在同一阵线维持议会秩序 这是废话 这一点我不能贊成 我之前有这个言论 《从亲民自由》 但是你发达这个言论 你的歪论的地方一定会被批判 因为同样是社民连议会抗争 你看看练越增 在信赴互乱写的那些 他就写得非常精彩 因为他怎么说 其实现在社民连在香港议会里面的抗争 是跟当年台湾差不多 就是因为社会有这样的怨气 而现行这个政治体制 尤其是立法会 他现在没有权 立法会在现行基本法里面 你看到的 现在行政主导 政治制度里面 获得半数以上的选民那些势力 是拿不到議会里面的决定票数的 现在问题是这里 如果你说中容你们暴力 粗口 我倒不如罵曾玉成 为什么呢 他是主席 他现在掌握票数一半以上 他现在是一种打压 你明白吗 就是他要挑拨起其他那些人 对我们来一个打压 封杀 他这招很阴毒的 因为现在那个情况 你们现在的身份有些尺寸高静 现在的情况很明显 他这个手法我见过20年前 我们对泛民其他党派构成一个威胁 他现在是利用泛民其他党派感受到威胁 然后叫他们来动我们 又孤立我们 这个手法跟当年国民党的年代打击朱镜 你明白吗 但是他真的在翻老王力 他是活在过去的时代 张建波这些人 如果不是张晓卿请他 他是失业老年来的 他有什么本事再打第二份工 他是没有的 他已经是同时代脱了截 我现在告诉你 我们最近社民连 经过这半年之后 我们入会的人数有增无减 每周六我们有一次营申查会 最少那次都有20多人 然后每次营申查会 我有机会去 我会见他们 没有时间没有办法 那些入会的朋友 他们都会发表一些意见 我们有四个问题要他回答的 第一个问题就是 你怎样认识社民连 第二个问题是 为什么要加入社民连 第三个问题 对社民连有什么期望 第四个问题 可以为社民连做什么 从那四个问题的表达意见 你就看到这些朋友 究竟他为什么要入社民连 以及入社民连之后 他会有什么可以帮到手 或者对他自己有什么得益 我们最近出现一个很特殊的现象 入会的朋友 那个年龄越来越低 学历越来越高 就是好事 我想举一个例子 我不会去自满 告诉大家 你这班所谓主流价值 站在道德高地的这班扑街 你基本上是从时代脱截 你知道现在香港的情况是80年代 很多年轻人根本就明白 我们在做什么 我引用胡志强的说法 你可以在我面前挥护全土 可是你不能碰到我的鼻子 这个他就作为一个民选市场 在一个有反对派的市议会里面 他有时会遭受到反对派的议员的破口大骂 甚至是肢体动作 他试过被人吐口水 但是他的态度就是 你可以废墓拳头 你可以说什么都行 但是你不能动我 我就告诉刘慧卿 我们同样一个这样的准则 到今天为止 我没有动到人 没有 不就是了 你经常说我说粗口 我说来说去说PK 还有你站在道德高地 谴责我们 所用的理由 全部经不起考验的 教坏小孩 破坏议会秩序 教小孩就是你家人去教 社会里面不良的风气 就不是一个人一个政党可以造成的 是吧 你不要看掌援人 你不要看无线转播这个金像掌 是吧 因为得掌的那个女主角 叫做爆起政 是亚氏的艺员 所有他感谢亚氏的说话 他老婆陈志文全部转了 知不知道 这些就教坏小孩了 大哥你不说 是吧 还有在议会里面 那些人在睡觉 整天不来开会 是吧 做投票机器 支持极权主义 喂 又不见你 张建波 用社评 是吧 大意想言去批判这些人 所以为什么我骂这个是 不加不加产 有道理的 这个是客观的陈述 不是人身攻击 你作为一个传媒的负责人 一张报纸是总编辑 你不问是非黑白 是吧 你要抹黑社民连 歪曲事实 我觉得你对我们 议会抗争 你有不同的意见 你可以说 但是你现在要动员群众 你要动员你的毒者 不过你没什么看 你没人看你明报 你要动员那些毒者 你要影响政党来围剿我们 他现在所做的事 比文汇大公差 文汇大公都没有连续 发表几篇社评来动我们 所以我有理由相信 这个混蛋是收了钱 你明白吗 你告我诽谤 我会有理由相信你收了钱 是吧 这些所谓的新闻从业园 做了几十年 我说你张建波 如果没有明报 你正在做黑衣都可以 你还有哪一张报纸会聘你 是吧 你完全和时代脱节 我告诉你 今时今日 你对我不仁 我不会对你不宜 不过我一定要骂到你 你这几篇东西 基本上就是搞针对 所以我不会和他客气 我是谈炮 我现在不是怒气 他现在很离谱 是很过分 我再补充一下 事实上这种情况 在二十年前 1987到1989年之间 在台湾都出现过 现在你社民团的身份 有点像台湾民进党 你是有点像以前的朱高正 当时来说 事实上朱高正和民进党 是比台湾三十一份日晚报的三十份围剿 还有三间电视台 是 那只有一份没有围剿 就是自立晚报 但事实上当年 你可以看到 围剿的报纸、电台、电视 最后framing 全部是做的 为什么呢 因为问题根本就不是出现 某个政治人物 或者某个政党 某些相对上激烈的行为 而是因为现行的政治制度 没有出路 你知道吗 你要代表人民一种愤怒 我觉得没什么所谓 不怕孤立才可独立 但是我对于明报 在这个张建波为首下 他做这些事情 我是觉得很不耻的所谓 你的传媒包括星岛 包括其他的报纸 对我们这种妖魔化 我真是金之鱼鱼 因为给你这种主流媒体 亲共的媒体 你赞赏是我的耻辱 但是我必须要点醒的就是 这张自认是为知识分子报 以及公信第一报纸是狗屎垃圾 对于其他的传媒去抹黑 或者妖魔化社民连 说一句英文粗俗一些 I don't give a shit OK 但是问题就是说 你明报标榜知识分子的报纸 是吧 有这么多知识分子 喜欢看他这张报纸 又说自己公信力第一 做一些偷鸡摸狗 是吧 这些行为 老实说 我说他偷鸡摸狗的意思就是 你背后有很多政治的交易 是吧 我们看不到的 遗仁涛意的人 你就去丑化他 对吧 你跟着以往的经验 越是这样缝你 你的会员会越多 你刚才说的那样东西就是了 你的党员会越多 那些年轻人 不会看这些报纸 看了还会入党 应该是 事实上你看得到 当年台湾的传媒 最近有些年轻人告诉我 老师上课说这些东西 说完之后 他们才去 知道有个社民联 知道有个社民联 然后对社民联很有兴趣 所以他们做的事 基本上是识得其反的 是吧 目的是想打死我 结果就议了我 没错 譬如这个福建中学的校长 福建中学 福建中学 那个校长王军玉 他叫那些学生 联署譴责我 有个学生不肯 他说要罚他 那些学生打电话去电台 是 打电话去电台 那接着你议了我 是啊 你议了我而已 但问题就是 我都要指出 这一张报纸 在这个人主持底下 那种不堪 好 休息一会 好 休息一会 好 休息一会 休息一会 那些词 来